看起来像是科幻影片的开头 其实这部叫做卢磁的飞行器是真实的 开发商城市航空认为这是飞行领域的一次革命 它有汽车大小可以垂直升空并送地包裹 比如运送500多公斤重的物品来回飞行70公里 这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直径仅为三米半的垂直升降飞行器 这种垂直升降无人飞行器只有普通直升机三分之一的大小 但运载量相同 特别是隐蔽的螺旋桨 可以让它飞行于楼宇之间电缆之下 这是螺旋桨暴露在外的直升机难以做到的 公司创始人尤埃里说 如此的设计被军方和工业看好 特别适合在困难的环境中运作 可以设想在城市中发现脏弹 化学物质或者别的东西 这种飞行器可以通过遥控发挥机器人的作用 到达问题地点 清理污染 核电厂操作人员已经跟我们联系 这个飞行器可以进入核电厂进行修理和补漏的工作 不仅是拍照发现问题 还可以救险 这个机器的设计就是用来处理实际问题的 螺旋飞行器的设计特点是外形紧凑 螺旋桨叶片内藏运载量大 未来还可能出现飞行汽车 我不排除在飞行器上预留驾驶员和乘客的位置 这当然又是一个飞跃 它会成为垂直起飞的个人汽车大小的飞行器 经过15年的研发 城市航空希望将这款飞车于2020年退入市场 美国之音记者拉比杜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拉比杜斯华盛顿报道